稍後又到贏波攻略的時間了 星期六當然繼續有我好拍檔盆王傑和我肥蘇 今個星期傑仔那些歐聯歐霸 我想大致上都OK的 但也有些懶碗效 尤其是當然歐聯大家會比較震驚 就是巴仁莫尼克輸給一隊白俄羅斯球隊巴迪 另外歐霸其實都OK的 不過我想有些球隊真的會半放棄 尤其是我覺得拿球真的離譜 所以最終大敗 但大致上和大家的分析 不要說我贊自己也沒辦法 我們的半場有時候看了樂麥 尤其是那場河諾威打少了 我比河諾威還贏 另外安捷也沒問題 雖然游游游四海 但那些球員跟小朋友踢 所以最終2比0 很脆脆的 我那一場就說 你收2千萬這球怎麼打的 不知道打什麼 但最終贏2比0 好了 星期六事不宜遲 很多賽事 先來一場日積賽事 先代維加泰排第二球隊 對著大阪飛腳 大家不要嫌我來侵 大阪飛腳除了有一場 我記得那場比完大家斷了之後 身色天鵝之後 但又繼續開大了 好像是為大家服務的 曾經作客可以大炒浦龍鑽 5比0 主場又和6打6角2比2 但今天對手都很強勁 因為排在第二 大家都知道 先代 可惜些 先代近期有些跌窩的跡象 所以最終現在綁手球隊 廣到三箭就5分 其實這場球你怎麼看呢 因為一隊叫做前列 以及大阪還是尾三 還未脫離降板 危險 那又是追回大 看回初盤指數 主隊是半球 103 入球帶細 3球帶做75 看回現在盤縮了 回落平半 入球帶細反而升 3球3球半 帶做96 近期如果再看先代 因為可能都到了增標的時間 即是尾段 正在衝擊尾段 近期他們都很願意進攻 尤其是無論贏輸也好 上一場輸給清水心跳 在下的情況下 1比3輸 之前主場也是2比1 是贏了神父勝利算 所以我也是那句 如果這些球 譬如你說讓 坦第二 讓半球 即是 連半球都讓不起 似乎 現在是平半 已經落到平半 所以其實大家捉正 看到其實信心不夠多 不夠捉 所以我也是鼓取入球大選 對嗎? 健仔 可以在潮主那邊找找 因為沒理由 那本路也挺古怪的 因為如果看回先台 你始終排第二 至少是主場出擊 雖然近期他作客毅 但至少是主場也曾經贏過 川崎前鋒 也贏過 黃盃也贏過低組別對手 但相對他的防線也有些問題 所以這場球 我也是簡單一點 我看到其實大碗飛腳的前鋒球員 尤其是寶蓮奴上力 以及李安道 這兩個巴西雙保 都上力 所以其實 都沒問題 入球大我照捧 不要嫌我們 尋 或者悶 最重要是贏錢 好了 除了日積之外 早段 我也同時 偷步和大家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斬件上 首先 來一場賀甲 大家不覺不覺 原來已經排第二的球隊 就是維迪斯 這班球隊今屆打得相當不錯 還有 自從是格魯吉亞老闆 這兩三季 注資後 球隊的實力穩步上揚 以及發展相當健康 看到陣中 現在球員的人腳 各方面都相當不錯 而且領隊勞頓也相當好 尤其是陣中 我曾經見過的這位球員就是 科羅迪亞前鋒 幫尼 越打越好 上一周 他們輕鬆作客 情況下 都能夠贏烏得勒之 相反 他們的對手 海倫芬 或者海倫維恩 我自己一開始都擔心 阿雲巴士頓做了多久 近期似乎 穩步上揚了一點 球隊的狀態 或者表現 都好了一點 上個星期都興取比達 但是始終這班球 海倫芬的缺點 或者叫特質 始終可能在荷蘭北部 通常作客去到藍一點 或者比較遠一點 他們的表現就差一點 以及防線上 我就比較擔憂一點 以及如果以稱近況 或者是人腳來看 我似乎覺得維迪斯是高一點 杰仔你有什麼看法 也是 看回維迪斯主場也挺有保證 雖然也有和過球 但是近期 因為太聰明了 兩場作客 包括長河蘭杯都贏了 反觀海倫維恩 近期也相當不錯 所以就看回盤路 維迪斯早盤半球7-7 因為帶西兩盒半 大造7-7 現在就升了 升到半一 一零多 入球帶西也升到三球 其實我自己對上盤是有信心的 半一也覺得沒問題 海倫維恩始終排十三位 其實以他的實力 或者以他一向踢下來 其實他已經不收貨 現在暫時贏過一場而已 在聯賽 始終贏球率不算高 而且一向作客是差的 暫時作客都沒贏過 所以我自己 這場球對維迪斯有信心 我也是 絕對贏球 維迪斯不怕 半一而已 半一是OK的 而且這場球真的 今年看到 暫時17分 只是僅次於川敵一分 還有他們是沒輸過的 早一段 就兩場其他集球 就跟大家聊完了 然後 我們來看